修仙如何入门 同学们好 在你们逼迫之下 修仙小课堂终于开课了啊 太好了 修了仙我就不怕鬼了 我要用魔法打败物理 今天讲修仙入门的第一个难点 三师神 他们是寄住在人体中的三位神里 上师清谷 居于人哪 令人贪财物 重视白骨 居于武藏 令人贪饮食 下师血沽 居于人足 令人贪美色 师傅 您的意思是只有放下贪欲才能修仙对吗 错 是因为他们仨会去天地那里打小报告 说你的坏话 让天地解你的阳兽啊 先引诱你又举报你 你们仨错个人吧 师傅冷静啊 同学们明白了吗 想要修仙得长生 第一步就是切断天地的眼线 灭三师 可三师是神 凡人如何能灭他们呢 简单 只要在每两月一次的更生日 不睡觉就行 连续三个更生日不睡 三师就会失去活力 无法上天 连续七个更生日不睡 就能彻底杀灭三师 今天 就是你们的第一个更生日 哈哈哈哈哈哈 修仙牛逼症 同学们感觉如何呀 放心吧师傅 我会死在三师前兜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